近年来 维方各地多挫病举 全力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问题 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吃上热乎乎的可口饭菜 在维方市方子区 一家爱心餐饮企业 承担起了社区40多名老年人的午餐供应任务 而且天天不间断 老人们不用花一分钱 就能够吃到营养美味的饭菜 乐享晚年 在维方市方子区的一家餐饮企业的厨房里 工作人员正在分头忙碌 按照营养菜单 为社区老年人制作美味午餐 炸菜 切菜 炒菜 随后香喷喷的热菜就出锅了 同时他们还为老年人准备了香软的米饭和面食 随后这些饭菜被统一装进餐盒 送往武艺社区 成为老年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据介绍 与普通的共餐企业不同的是 这家餐饮企业免费为武艺社区的 40多名老年人共餐 天天不间断 此外 该企业还专门制定了营养菜单 按照老年人的口味制作饭菜 让他们吃得营养舒心 截至目前 该企业已免费为社区老人提供营养餐 8000余份 企业员工的爱心之举 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不少热心市民自发行动起来 送来粮油 米面 蔬菜等爱心物资 诠释了敬老爱老美德的真实含义 免费爱心餐 专为武艺社区 70岁以上独居老人 以及80岁以上老人 量身定制 考虑到部分老人取餐不方便 每天中午11点半 工作人员就会准时 把午餐带回社区 发放到每位老人手中 对于因为行动不便 身患疾病而无法取餐的老人 工作人员也会送餐上门 确保让他们按时吃上可口午餐 下一步 我们社区也是与爱心单位 衔接准备把爱心单位 把这个食堂 迁到咱们的社区食堂 让老人更方便 让志愿者参加服务也更方便 让老人更贴心的服务 好